放在我面前的这两杯咖啡 一杯是三毛钱的速溶咖啡 一杯是20块钱的速溶咖啡 他们的价格相差60倍 那我今天呢要做一个有趣的盲喝实验 我会叫上志愿者让他们来盲喝这两种咖啡 那这些志愿者中呢有每天都喝咖啡的从业者 咖啡师 QGrader 那也有几乎不喝咖啡的人 那我不会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咖啡 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这一杯是三毛钱的 一杯是20块的 那只是盲喝完之后让他们来投票 那看他们到底是喜欢哪种味道的多一些 那这两个呢其实我都喝过了 所以说呢我今天不会参与到这次的盲喝实验 那我会分别做成黑咖啡和牛奶咖啡 今天这期视频呢为了避免给品牌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所以呢我不会对品牌有任何的露出 那我会把做好的这个咖啡啊标记成一号和二号 那让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号码 那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盲测试喝以及投票的内容 你是觉得哪边的好喝 我觉得二号好喝一点 这边是吧 对的 哇一口干了 我觉得这边的吧 因为这边的稍微苦一点 你平时喝不喝咖啡 不太爱喝 不怎么喝咖啡 我不想喝苦的我想喝加奶等等什么 OK那你可以先尝一下 我不想尝一下第二杯 啊你喜欢这个 对 你更喜欢哪一个 这一个 一号 啊为什么呢 我觉得二号有一点烟味 就是有点淡 有点淡 有点淡 他浓他淡 对 他有烟味他没有 对 OK好 对你平时喝不喝咖啡 一周喝几次平均下来 一到两次吧喝的比较少 一周一到两杯 我更喜欢二号 因为二号口感没有那么色没有苦 因为我比较喜欢喝稍微甜一点的 对 他甜他不甜 其实两个没有甜味 但是你要说口感来说的话 一号可能更苦一点更色一点 好首先是这样的 你是每天都喝咖啡的 对对吧 还会烘豆子 对 我选一号吧 嗯 嗯 喜欢哪一个 两个差距蛮大的 我喜欢这一个 你喜欢一号 对 OK 一号 好 你是每天都喝咖啡还是 这杯咖啡 每天都喝咖啡 就是喜欢哪一杯 一号还是二号 那就一号 OK 你选一号对吧 对的 多少时间喝一杯咖啡 每天好几杯 每天几杯哈 我选一号 好选一号 每天都喝咖啡吗 不怎么喝 对 OK 就直接选一个自己觉得喜欢的 一号 嗯 一号有咖啡味 然后二号呃就是比较水 没什么咖啡味 然后有一点就是甜甜的味 嗯 嗯 你是每天都喝咖啡还是 每天都喝 每天都喝 嗯 OK 更喜欢一号还是二号 一号 OK 肯定一号 一号 对 你喜欢浓的 你是不经常喝咖啡 对吧 嗯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答案的时候 其中一号是二十块钱的咖啡 二号是三毛钱的咖啡 那选择二十元的呢 有十个人 那十个人中呢 其中有九个人是每天都喝咖啡的人 只有一个人呢 是几乎不喝咖啡的人 那选择三毛钱的呢 有四个人 那这四个人中其中三个人几乎不喝咖啡 那另外一个人呢 半个月左右喝一次咖啡 那我们先听听看 经常喝咖啡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贵的这一杯 因为一号它有点巧克力 还有一点 呃 果酸 这个感觉就很淡 然后很水 嗯 然后带一点点微甜 嗯 就感觉没有什么东西 嗯 一号喝起来更像咖啡 它有点苦苦的 也有点酸酸的 二号就是没有苦味 喝的像茶 而且还挺香的 感觉放的香水一样 比较平衡 嗯 对吧 果酸比较好 当然了 这是属于我是经常喝咖啡的 嗯 那如果经常不喝咖啡的话 肯定是选二号 为什么呢 香气很好很香 一号的话它会有一些 给我感觉更像是咖啡 然后二号的话 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可能有点类似于奶茶 嗯 它很轻柔 二号喝起来的话 有点像奶茶 有点太甜了 刚才他说像奶茶 你也说像奶茶 你是不是抄他的答案 没有没有没有 是真的有一种奶茶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比较甜不像咖啡 然后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咖啡的浓郁度 包括咖啡的香气 嗯 二号有点淡 也确实有点那种奶油的味道 但是不喜欢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听听看 不经常喝咖啡的人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便宜的这一杯 闻起来味道不错 闻起来 对 那喝起来呢 会比较淡 那这边的呢 这会稍微就是焦苦味重一点吧 感觉这个色味比较重 那个里面的味道会有更多种变化 我感觉 会有不同分化版 你比如说它更丰富 也结合起来 对 我更喜欢二号 因为二号口感没有那么色 没有苦 因为我比较喜欢喝稍微甜一点的 对 它甜它不甜 其实两个没有甜味 但是你要说口感来说的话 一号可能更苦一点 更色一点 那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那我们会做成牛奶咖啡 让大家再重新盲喝投票 我觉得还是一号吧 一号 就是味道会淡一点 就是味道会淡一点 不那么苦 我觉得二号太苦了 这个 你喜欢一号 因为一号喝起来甜甜的嘛 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嗯 喜欢甜的 二号的话就苦苦的 还是喝完之后选一个 一号 哦 为什么呢 二号太浓郁了 我不是很喜欢 太苦了 色味太深了 一号 哦 喜欢一号 为什么呢 二号太苦了 喜欢一号 为什么呢 二号太苦了 看来都喜欢甜的 就是一号甜二号苦 对一号 比二号的口感轻一点 就是那个咖啡味 没有那么浓郁 OK 我选一号吧 哦 为什么呢 因为二号实在太苦了 就是那种 有点接近浓缩那种感觉 嗯 就一号喝起来 比较奶香味 比较足点 香气会足点 OK 我更能接受可能一号吧 喝起来像那种雀巢的素溶咖啡 甜甜的 香香的焦糖味道 有一点 这个的话入口太酸了 就像是喝了坏掉的牛奶一样 一号 奶咖的话 一号体现会香一点 口感也还OK 二号的话太浓了 还有那种酸啊 嗯 非常刺激 选一号 选一号 为什么呢 因为一号更好入口 然后它融合的会更好 感觉 然后二号的话 咖啡的味道会太突出 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平衡感会比较好一点的 嗯 就酸甜苦 嗯 这样子 一号的话就做得很好 QGrader你是哈 QGrader喝完之后 脸色都很凝重 选二号 好的 为什么呢 一号不像咖啡 嗯 喝起来不像咖啡 二号了 喝起来后 带我一起吃三 然后咖啡味也会更重要 喝到这里的时候 终于有第一个人选择了 二号这一杯 而且呢是经过咖啡感官 味觉训练的QGrader OK 第一个好喝 哦 选第一个 为什么呢 第一个甜的 第二个有越苦 嗯 就说喜欢甜的 但要可能喝咖啡的人 都不行 第二个有越咖啡 嗯 嗯 我喜欢一号 虽然淡一点 但是二号的味道很怪 像冲的那种冲饮 这个一号相对感觉好一点 都不好喝 都不好喝 二号 你想二号 因为一号咸苦淡 毫无优点 嗯 然后二号的话 第一口的 它是比较苦的 但是它有咖啡味 嗯 嗯 那在这里有了第二个人 选了二号这一杯 那巧的是 它也同样是QGrader 一号 这个有点酸 然后这个奶味重一点 这个太酸了 对 那这个呢 我尝的就比那个奶味要重一点 那接下来揭晓答案 牛奶咖啡呢 我调换了一下顺序 那一号呢 是便宜的 三毛钱的 那二号呢 是贵的 二十块钱的 那牛奶咖啡的投票结果 其实还是 让我挺惊讶的 因为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二号 二十块钱这一杯 那这两个人呢 也都学习过QGrader的课程 那其余的十二个人 全都选择了一号便宜的 三毛钱这一杯的咖啡 那从今天的盲测投票中呢 那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从业人员和普通的消费者 那他们对于一杯咖啡的味道的喜好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也可以说是两极分化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么一期视频的目的 那行业的从业者和消费者 其实是有一个断层的 那我想啊 这也是我们频道拍视频以来 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中间的这个断层啊 连接起来 让消费者和从业者呢 有一个连接 而并不是从业者 在自嗨式的钻风味或者是技术 那消费者呢 在嘲讽从业者 是在这个玩玄学 玩逼格 那各自呢 站在这种对立的立场 那我们呢也想努力的做一些视频 把中间的这些断层信息 来展示给大众 那不过呢 最后我也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 这两杯咖啡啊 我当然知道哪个更好喝 那贵的咖啡它肯定会用更贵的原材料 更贵的咖啡豆来制作 那当然啊品质会更高 但是大家就真的会喜欢吗 顶级的咖啡豆它做成素容 真的能发挥出顶级咖啡豆本身的优势吗 那一杯20块钱的素容咖啡 大家真的能接受吗 那对于我来说 我肯定不会接受一杯20块钱的素容咖啡 那因为它已经脱离了素容咖啡 本身这种大众价格的本质了 那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那欢迎弹幕留言来发表你的观点 那最后啊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周创转发 Coffice in a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